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表评论 我们的足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至今还记得93年他主裁过的一场国内联赛 在改革之前93年正好那年是过年期间我们在广西过的春节 那会是叫俱乐不尊还是什么比赛 关定只有一个人 警察有二十几名 门票可能才卖出去五毛钱 后来他们开完校说当时正好在职业联赛之前 说是一张门票就是胜队百分之多少分成 负队百分之多少分成 所以等于胜队可能才分到三毛几分钱 这是联赛之前的中国足球 今天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场假A比赛就有几万名观众的现场主位之后 再想象当时的情景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而对当时的中国足球来说 这样的局面等于再发出最后通牒 再没有变化 足球就将被国人遗忘 回忆当初黎冰的一句话代表了很多球员的心声 那时候真的94年以前啊 羡慕的是什么 羡慕的是那帮人一起香港行球 但是香港足球现在已经根本没法和中国 干不上了 过去的这种体制养不住这些人 他到二十岁他就要想想我 我还挺挺的 我不提 怎么样 我踢怎么样 我不提 我现在青年大球再来得及 我要提 提到三十岁下来以后 给我分配到工厂 二级工 我什么也不会 虽然给我个二级工 我干什么 那么就说 夜市老老实实认真踢球的人 最后除了少数人 都可以当教练之外 其他人他没有好的出路 这个事业他不吸引人 这是一份九二年六月二十四号的人民日报 我们随手翻开这份报纸就可以看到各种关于改革的文章 可以说在当时改革早已深入到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而对中国足球来说 那个时候改革还没有开始 不过就在这一天 人民日报的体育板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尽管篇幅不大 却带来了一个改革的信号 您好 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今天上午 1992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 在北京西郊的八一体育大队召开 1992年6月23号 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足球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被新闻界认为是 中国足球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 当时的国务委员李铁应同志亲临现场 这是仅剩的一点关于当年红山口会议的图像资料 不过重要的当事人对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 袁文明同志在我们宾馆来见我们 他请我们吃灯饭 我们几个城市 有深圳的 有重庆的 有大连的 还有几个城市 可能有武汉的 于是你们这些城市的条件比较好 应当率先走一步 这次会议事后被称为统一思想的大会 因为当时在体育界大家对改革的意见并不一致 所谓足球界的人来讲的话是希望搞 那么所谓当时这个足球也是在体育圈里头 所谓体育界的普遍的认为呢 搞不了 你足球你再怎么说 你不可能自己演自己的 你没有这笔经费你得搞这些话 这多数的人认为是心不通的 当然还有包括一些认识上的问题 觉得你搞职业化 把比赛或者把运动员的技术作为商品来看待 这还是不是新社 也有这样的问题 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 也有这样的疑难问题 在困扰着大家思想 当然主要的还觉得不现实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 到这个这个省略上 你搞职业化 这也是不现实 那这个会呢 就应该说也得到中央体改委的一个很大的支持 李铁林同志 亲自出席这个会议 而且他特别把11个市的市长 或者副市长 召集的参加这个足球会议 这也是 这也是开签比较从来没有过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层领导的坚持与支持 才使足球有幸的走在其他项目之前 开始自己的改革立场 因为足球要搞的话 如果是都在一个大锅里头去搞 他有很多行不通的地方 你足球要这么搞 那么其他的怎么办呢 很简单的事你都可能就通不通不过 简单到比如说我给裁判员 我要推上去我给他200块钱 可能这200块钱的想法就通不过 因为你给200块钱 那篮球怎么办 排球怎么办 冰球怎么办 所以你要在这个锅里头 你肯定是组不出这个 这种足球这种 按照足球规律来办事 肯定组不出来的 当几天以后 红山口会议闭幕的时候 再次就任足球主席的袁伟明提出 足球体制改革 不是在原有轨道上的调整或修修补补 而是积极的探索 同时做出安排 93到94年全国足球重点地区足协 全部实现实体化 其中北京上海大连等城市 要在93年底之前成立足球俱乐部 足协派团赴德国考察职业俱乐部的情况 94年正式举行我国的俱乐部足球比赛 促使中国足协力排众议 坚决改革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国家队的果足不前 还因为周边近邻的飞速进步 特别是我们的近邻日本 在中国队历次冲击的战事中 唯一能令国人感到欣慰的一次 是87年的奥运会预选赛 中国队最后一仗战胜的对手正是日本队 对于当时的酣畅淋漓 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到了92年 日本足球的职业化改革成果极大的触动了中国足球界 东亚四强赛上 中国队仅名列第三 日本队却首次压到韩国队夺得了冠军 到了年底 日本队更是史无前例的夺得了亚洲杯的金牌 日本足球巨大的变化 令一向轻视他们的中国足球界深感差异 因此足协派出的考察小组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日本 到这个日本进行考察 这个考察完全是考察 日本的职业足球 它是到底怎么搞的 另外一个 它的足球市场是怎么开发的 通过这次考察 回来以后 我们就这个 这个进一步的坚定了 我们搞这个职业足球 而且开展这个 展开职业联赛的这种决心 内忧外患 逼迫中国足球义无反顾的启程 红山口会议实际上只是解决了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 之后的具体化的操作工作才更复杂 而中国足球周围形势的巨变 促使决策者必须加快进程 中国足协为此又组团 先后进行了两次出国考察学习 我们住了就在足协的隔壁一个方便里 他住得很近 两步路就到 就进足协去了 那么去了以后 他主要还是主人的这种 这种良好的愿望 然后我们一个部门 一个部 我们去 等一上班 我们一上班的时间 他们去我们也去了 今天到注册部 到裁判部 我到他各个各个有关部门 每一个部都去 就是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怎么干的 管些什么事情 怎么硬做的 包括他超级联盟 我们也去了 他一些什么 他叫公关部吧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新闻部 这个也都去了 也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 所以说 包括他这个 他本部 还有他的财务部 财务部在对门一个 一个楼里 还有他这个 培训部吧 培训部在 立伦敦 这个祖楼 很远的地方 都都都去看了 他的印刷厂 什么 出书啊 这些都都去看了 应该说是比较 比较前面的了解了 他们的这个 整段族协的印度过程 和他族协和各个部门 相互的这些关系 那么说怎么发展 还到了他州族协 嗯 州族协是等于我们省族协吧 到了州的一个州族协 也去了一天 也是 也是跟着他们上班 就看看他们人家怎么干的 所以应该说 期待还是 生活比较大的 这里是风景如画的 大连棒吹岛度假区 1993年7月 中国族协在这里 召开了新一届足球工作会议 据工作人员回忆 当年有很多会议 同时在棒吹岛召开 族协的会议 似乎显得最为繁重和忙碌 每天从早开到晚 睡觉的时间 只有两三个小时 棒吹岛会议上通过了 有关中国职业联赛的 二十多个章程 当时是国家队领队的马克坚 同时还担负着 起草这些文件的任务 有些任务都交给我 然后我来起草一些东西 那么我那时候还在国家队 还在国家队当领队 那么有很多东西 我是在外国写的 写完了以后 传真传回来的 所以大家都很忙于 都投入这个工作当中去了 全身也投入了 红山口和棒吹岛两次会议 完成了足球改革的理论准备工作 这时候酝酿中的职业联赛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93年下半年 中国足协和国际管理集团 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几十次探探 商业的这个协议啊 这些东西我们第一次接受 所以大家这个概念呢 不是不清楚 就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以往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口头一想 你来做吧 好 我同意 你同意 大家就是领导一点头 就开始执行 那么现在真的走向市场的话 它不是领导点头的问题了 我们听到CFA的职业联赛 在Balyan中 然后订阅了 一筒签计 为了解决于中国足球 我们听到这些东西 然后我自己找到了 Mr.Zhu Fang 我认为了很多年 因为 你可能知道 IMG 在中国 我一直到1979年代,我认为Ju Feng的游戏,7月7日游戏游戏游戏, 在74年代,那就是这样的事。 主要是对一些新的名词、一些具体作法和系列条款,我们都不是那么十分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合同以后呢 我们还要 这个咨询一些有关的人士 那么当时呢 大家对这个 合同文本的一个完整性 并不是那么很 很清楚 因此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那肯定就是要 碰到这样和那样一些问题 这个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时候 要多问细问 这样慢慢弄清楚了以后呢 要换成我们的语言 这样比较契合的一些实际 那么有时候我们忙起来呢 都是到半夜呢 一两点钟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recall other than the meeting being very long meetings being very long was the fact that I remember quite clear actually we had this room and several of the people in the room smoked quite a bit and so we opened the windows and it was winter mind you and we sat it was me and one other person from IMG Grand Warpo and we sat with our back to these open windows to let the smoke go out and the CFA set the other side not so near to the window and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IMG people all got terrible calls maybe particular 说到中国足球的改革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字 许放 改革初期 正是由于他的努力 使计划体制下的中国足球 开始迈向市场 王俊生曾经多次提到 许放同志的英年早逝 对中国足球改革 是个巨大损失 从启动联赛来讲 他立了一大功 就说 因为后来 你们现在觉得 这个国际管理局 那时候钱太少 那时候他一下子 拿来的一百多万 从国际管理局 拿来一百多万 作为我们的启动费用 你想想过去 就是没改革之前 拿赞助费最多最多的 一个队一年 也就有三十万人民币 对吧 他最多就是 像生花啊什么的 他最多有三十万人民币的赞助 他一下拿过那么多钱 一个队江亚协会 就有一百万 这个就是有这个 我们搞这些年 它就有底 and the other thing I remember was that Mr. Zhu Fang who really worked very hard in all of this as did the other members of CFA where he had because he could speak he could speak English quite well even though of course everything we did was put from Chinese into into English he could himself obviously speak quite well and so he was using some certain phrases which even now even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can still see us sitting there and hearing him talk 西方同志 去世以后 实际上 很长一段时间 租协是 王建成一个人跳的 你想本来应该是三个人 是 就是他一个人跳的 什么事都是一个人跳 从队伍 从国家队 一直到业续 就是叫业续俱乐部 都是他一个人跳的 那确实是 有时候很难免过此失敌 那么西方同志如果不去世的话 可能在我们在 对外扩展他们可能会更快一些 更大一些 因为他这个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 而且在亚洲联 他也是有一定建立一定 威望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是无法替代的 他凭他的个人魅力 凭他的个人的这种 外交活动能力 他们多年是搞外事的吧 那么他在亚洲联 第一副主席这个位置上 是有很有前唯的 甚至有时候他敢发屁气的 是吧 那就他在国际活动这一块 那么就是在他分工的这个 协会这一块 那没有他的话 那确实是差了很多 这是94年初 中国足协和中央电视台签订的 第一份职业联赛转播合同 今天看来 这份合同显得有点过于简单 当年双方的合作 一拍即合 谁也没有料到 五年之后 足球和电视的结合 会对人民的生活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我们跟国际观点集团 就第一个合作的这个协议 基本上 这个形成的时候呢 我们跟中央电视台 就当时中央电视台提供部呢 来进行接触 传媒的力量 这种推动 是绝对必须的 而作为中央电视台来讲 作为当时 现在也是这样 中国的第一大传媒 他如果我们要不做 那可能他就是推动不了 能不能呢 就是说 这个 少给我们一些费用 电视报的全然 他像一个潘朵拉盒子 你不打开不行 但是你要一打开了以后 他一定会长大 长大最后 最后这个自食其果的 就是电视 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体育部呢 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和设想 就是把我们这个全联联赛 当时是12支队伍 那么132场比赛的这个电视转播 这个时间段呢 要不然买下来 他要买的话 既然是买 他必须要付出 当时这个预算是国家给的 是国家财政博款 国家财政里边没有这个 国内报道权 这一项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 来报销这笔费用 因此当时呢 这个这个协议里边提到的就是 中央电视台将向中国 中国足协赠送 价值56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时段 当时这个呢 我们也没有 进行这个更深的 和更广泛的这个交换意见 就同意了 1993年的年底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挂牌成立 参加第二年扩编后的 第一届中国足球贾A职业联赛的12支球队 全都按照中国足协的要求 完成了从专业队向职业队的形式上的转化 贾A初步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方向 它看上去可以起航了 然而在它的前方 既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型经验 也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究竟市场会怎样来接纳它 未来的航线上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和障碍 谁心中都没得 贾A从一开始就航行在一条 没有航标的河林上 我相信上海生化球队每到一地比赛 能够吸引更多的球迷来看球 欢迎各界朋友球迷 从4月17号能为我们上海生化队 每场比赛都能来助威加油 感谢各位朋友 足球界的人士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迎来了94年贾A联赛的开幕式 94全国足球甲决A组联赛开幕式 在四川成都区公司举行 这一天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出具职业足球联赛特色的 94全国足球甲决A组联赛呢 从这一天开始到11月13号 在全国16个城市展开激烈角逐 12只足球甲决定鱼将熬战132场 教练和球员对球迷们的期待并没有落空 4月17号的下午 成都体育中心继93年世界杯外围赛之后 再次爆满 四川全新队将在这里迎战他们的第一个联赛对手 十联冠的辽宁队 归想五年前的这场比赛 全新队的教练和队员们仍然记忆犹新 94年于东风是贾A联赛的年轻主教练 当时他恐怕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联赛中 执教一支球队时间最长的主教练之一 今天当他再次踏入成都体育中心的时候 耳边已经听不到当年成都球迷热情的诸位声 他说自从主教练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 慢慢就习惯了这种宁静 当年联赛一开始 成都的球势就特别火爆 那个时候是全新队的黄金时期 他回忆说那时候大家的收入并不高 自己的工资是一个月1500 有个朋友成立寻呼台 赞助队里每人一个BPG 大家都非常高兴 对辽宁的第一场比赛 赛前队里认为肯定是输球 原本是想少输 没想到大家很卖力 差点赢下来 慢慢慢慢就 当时打辽宁队啊 应该我们心里都没底 财神那样的升班马 就在场上就是一个拼着 大家特别的兴奋 而且在我们的主场啊 而且全场都满了 球迷都坐满了主场 而且呢大家都对这个气氛啊 特别的好 因为在前几年打假币的时候啊 宇宁的时候没有这种气氛 1994年呢 四川全新队是从一个假币队 扩边新生来的一个队伍 就是大家就这些老牌的假一季 对我们队也不是特别的注意 就是说多少我们队呢 能扮演的一个 就是说黑马的一个角色 就是当时一下就自身于这种 就是说好像是浪尖上 第一场比赛就特别紧 就好像跟原来不一样了 好像原来好像都打的是业余比赛 就是94年 就感觉自己 当时可能就是说那种 职业队员的那种感觉不是很深 但是呢 一下那个冠名就是职业联赛 一下就说可能心里承受 就是说来得很突然吧 那个感觉 当时是我一个鞋叉 鞋叉以后呢 前后好像马明雨一个直线给球 到底线了 我一甲扣那个董李强吧 好像一铲 一铲正好啊 手啊 住着球了 这样裁判就 招了个招球 当时一进球以后啊 就感觉一说 怎么了 我们还能把当时十连冠的辽宁队还进一个球 辽宁当时是八连冠啊 如果我们当时就说我回忆的话 当时就说我们不是那么紧张的话 当时觉得比分应该是二比 二比 应该我们能赢的 打平了以后 当时感觉还是很兴奋 就说那场的第一场就把原来八连冠啊 东北府给打平了 当时就说下来以后 大家当时都 一个是新闻吧 第二个就是感觉今年就是大家团结一块啊 好好拼一拼 觉得很有希望 的确职业联赛一露面就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并不缺少变革 似乎这一次终于获得了一些成果 职业联赛多少给大家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感觉 同时也给足球界和舆论界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球迷们又回到球场看球了 足球一举扭转了过去比赛无人问津的局面 为此中央电视台在制作第一轮联赛专题报道的时候 特意在片尾打出一行字幕 感谢你球迷 而且当时我们中国足球已经出于这种低潮 需要的不是说马上能够提高技术水平 我们需要一种振奋 当年的情况是 他设备期间连赛的伤作率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火爆的 感谢你球迷 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身边我勇气太重 在你的背后我目光留恋 往日的温情有些不深寒 痴迷的心中还是很情愿 风华雪月是不是从前 还是什么会不会改变 在你的身边我勇气太转 在你的背后我目光留恋 在你的背后我目光留恋 往日的温情有些不深寒 痴迷的心中还是很情愿 风华雪月是不是从前 还是山梦会不会改变 向前多年相伴多年一天天一天天 像是昨天相约明天一年年一年年 你永远 你永远是我透露的情感 因为有爱所以无悔无怨 因为有爱所以无悔无怨